詞曲 李宗盛 還有K-Out的那一班朋友 就特別的緊張 然後我記得我哭的時候 都不敢看大家的眼睛 因為大家也會哭紅的眼睛 所以其實有點緊張 那這一次不知道那個 就是四年了那麼久了 大家是不是還是會真的是來 支持我買票來看嗎 所以還是很緊張 所以今天接下來的活動也很重要 沒有 就是很重要 也希望可以就是 就是讓大家重新build out那個感覺 然後真的是記得這件事情 放在心上 然後真的要買票來看喔這樣子 對啊 四年前的約定 然後今天終於落實了6月13號 那在曲目方面的安排 會不會和之前的安排 就是其他演唱會上面的 曲目方面有不一樣的安排 這一次當然要特別的 要強調就是會唱很多 所以說最近這幾年我覺得在海外 都還滿大家滿喜歡的本地的創作 像會呼吸的痛啊 崇拜這些都是重點的一些歌 然後要好好的唱 還有一節齊的一些作品 那所以當然也會請那個好朋友 大馬的音樂人來當嘉賓這樣 所以我自己當然也是會去邀請 然後看看大家的時間這樣子 所以這一次的節目編排 大部分都是當然以整個流程為主 還是以今天情人節為主題 那會是 因為它是一個巡迴 會是像香港那種編排是一樣的 那這一次也特別我心裡要多加了那個T字型的舞台 因為我覺得其實我的歌迷群都是很可愛的 就是會很喜歡很close很精進 所以希望可以跟他們一起多做一些互動 然後音樂的班底就是大馬的這個音樂人 就是一樣是大馬的樂手 有馬來人的樂手啦 有華人的樂手啊這樣子 我覺得是很棒的 對 以音樂性為主軸 然後當然也會 因為該有的都有啦 該換衣服的時候還是會換 不會一套到底啦 還是會多準備幾套這樣子 而且大家也喜歡看幾乎美美的出現在唱歌 這樣子的感覺 要美啦 那當然說到換衣服 那特別嘉賓就要上場的時候 那名單確定了沒有 有鎖定 有鎖定幾個 然後就看他們的誠意了 你知道 因為我呢 我是有時候朋友邀請我當嘉賓 那我都是那種我覺得是 你只要給我機票住宿我就會來了 因為我是很貪玩的 我覺得音樂性什麼都很棒 我就會真的是時間OK我就會來 所以這次呢 發消息出去看朋友的誠意 所以不要開太高的架嘛 舒服不限嗎 蛤 舒服不限嗎 如果大家很想看到一個 就是很多朋友的音樂會 反應很熱烈 我真的會真的是急性的 就叫大家上台玩 你知道很多朋友也都會 會彈鋼琴或幹嘛的 所以其實我希望可以做到有隨性的感覺 所以男女都不去 對對對 一朋友也蠻多的 啊 OK 那剛剛說到這個就是紀念嘛 就是也是十周年的一個紀念 在之前的演唱會上面 比如之前有說過啊 就是歌迷朋友看了演唱會 當場求婚 孩子也生了 然後再來看 誇張 那現在在馬來西亞會不會也期待 有一個這樣子甜蜜的一個氣氛之下 真的是有人會做這件事情 嗯 其實我都願意 對 就是要看 大家會不會覺得這個遊戲 會不會 會不會覺得又一樣 對 因為其實 希望做到還是大家就是 甜甜蜜蜜的開開心心 然後當紅娘這件事情 是 我覺得應該是都不會當你的啦 我自己 因為我覺得是個好事 開心 所以也看這邊的歌迷 就是會不會特別想要 這個重點 然後我們都會去安排這樣子 十周年喔 就是 出到十周年 會不會在這一次的演唱會上面 把它當成一個里程 可以有特別的環節 還是安排 嗯 這一次 紀念一下 對 十周年 可能翻箱倒櫃 把一些舊照片 拿出來秀 就是你常常不敢看的一些 如果大家想看的話 可能也會試著把它放出來 其實演唱會我覺得好玩的地方就是 譬如說常常像在這樣聊的時候 是大家給我們一些想法 所以像這兩天大家都一直提醒回媽媽 然後大家都提醒我十周年這件事 我就覺得好像應該我們再來修改一下節目 然後把十周年這個意義再加進來 畢竟也是家鄉 然後很有意義的 可以讓大家多看一些 對 一些過去的東西 還是要把我媽媽拉上台上唱歌 哦 我想她會嚇死 那也不錯 那也不錯 就看看啦 對啊 那個感覺應該是 回家的感覺應該特別的好溫馨一些 對 輕鬆一點 對 那接下來會不會為演唱會要特別做一些 什麼樣的準備工作呢 嗯 要準備的 我覺得準備的就是像我自己 就是調理身體 就是因為我是比較注重那個正常的作息跟養生這一塊 所以我應該會盡量的多休息 就是不要那麼頻密的飛啊 然後在演唱會的之前就是會練團 然後好好的睡眠充足 因為喉嚨 那就是 就是需要保護嘛 要喝一些養生茶 像那種泡森啊 我每次都很很很依賴泡森啊 紅棗茶啊 然後一些清淡的食物啦 然後簡單的美容啊 這些都要去保養這樣子 嗯 那 就是這一套回來馬來西亞進行的宣傳型 還有這個飛鑫這個演唱會的工作之後 接下來的工作安排會是怎麼樣呢 接下來其實 大馬的演唱會之前會有北京的演唱會 然後 同時呢也在繼續努力的宣傳這一張新的專輯 希望能夠再 再唱到大家再熟悉一點 然後讓更多的歌可以讓大家 就是更熟悉啦 所以最近也在做宣傳嘛 那這幾天會是很多的這個簽唱會啦 簽名簽名 好 那也期待大家呢 到時候把它去發出去 很多的歌迷朋友們也會到場去支持 進入來個話題卡拉OK啦 謝謝 那這個是 謝謝 那